如果大家可以拍到我以下这条片 360度的影片家里的摆设 好了,我会教你怎样摆水晶 你是不是经常觉得自己好乞,没钱,没运闲 身边还有很多小人 其实你知不知道这些全部都是和你的七轮阻塞有关 你通了七轮之后,能量激活 你生活上的各种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预望就很容易显化 在11月的水晶机会七轮班,我Peter Sir就会教大家怎样做 我Peter Sir亦都帮大家去通七轮 想改变你的人生,快点报名吧 今年的七轮班是完全全新的 你想都没想过的,很厉害的 很多朋友,粉丝经常传一些照片给我看 究竟怎样摆水晶可以帮助我呢 今天我会带大家看一个大部屋邨里面的示范单位 我会告诉你基本的摆设水晶可以帮助你 好了,现在我带大家去看这个屋邨 首先大家看到大厅,有饭桌 然后上面天花板,地下,我们现在看左边 我们进去,第一间房,右边会看到很多屋 或者一些角杀,或者一些东西挡住了,影响到你 好了,我们会建议这个边,窗边那儿 放一些挡住它的水晶,例如黑耀石 黑碧锡,这些就可以,我们叫化煞王 好了,左边,见不见到枕头上面呢 这个角呢,上面放一些柔性的,例如月亮石 如果你想摆一些招姻缘的,也可以的 例如粉晶,红文这些,这些是属于频率没那么高的 然后呢,我们现在出去了,再转弯 转到另一间房了,另一个主人房了 好了,我们进去看看了,见不见到呢 好了,见不见到右边的桌子呢 这个桌子呢,摆些什么呢 这个桌子呢,你可以放一些,聚保盘啦 想我事业好一点哦 那你可以放610震啦 或者黄精柱啦,这些也都可以的 那我们又出去了哦 看一下现在去哪个位置先 好了,应该是拖力,OK啦 进去厕所呢,最好是放什么呢 黑碧锡,因为黑碧锡呢 亦都是称叫做电气石 它也都可以,将那些负性的能量呢 跌回到地下 令到里面呢,那个空间呢,flash一些啦 那还有啦,那你都可以啦 在那个马桶上面呢 就是冲刺的位置,放上这个方解石 那之前呢,我的频道有讲过 因为为什么呢 方解石可以吸这个烏族的气 我们跟着又出去了哦 去回厅里啦 大家猜猜一下,现在我们跟着去哪里呢 大家猜猜猜一下,那是啦 厨房没错啦 因为有微波炉嘛 微波炉是会有一些辐射的释出的 那你可以放些什么呢 放一些刺石物啦 我经常说刺石物的金字塔 刺石物的这个三角形的一个是一个能量塔 也都可以放到呢,它会吸了一些所谓的辐射啦 吸了一些负能量的东西的 那我们现在出去听了哦 那好了,大家见不见到左边啊 啊,见不见到这里呢,那门打开 就见到呢,这个呢,house king啊 这个位呢,其实呢,很紧要啊 怎么说呢,我们门打开呢,就是什么呢 那些气啊,是可以聚在那里啊 那大家猜一下,摆什么好呢 没错啦,摆紫晶山啊 因为一门一开呢,那些气呢,就被它吸了去 好了,那它就叫做,我们经常说一家屋 最重要是藏风聚气嘛 还有紫晶山呢,也都可以啊,招贵人 也都可以,我们叫做游靠山 这样呢,就可以帮助你 但是记得,你每个星期,和它喷一两次水呢 那你对它好,它就会对你更好了哦 那希望大家身体健康,是的,住得安安心心 行不行